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安理会 星期三 再次就以巴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并就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提出的 决议草案表决 由于15个理事国对于草案的措辞 分歧严重 两份草案都没能通过 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获得10票赞成 3票反对和2票弃权 由于常任理事国 中国和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 因此草案无法通过 至于俄罗斯呼吁持久人道主义停火的草案 则是遭到美国和英国否决 以色列美国和盟友认为 停火会让哈马斯卷土重来 以巴冲突课题中 联合国安理会成了另一个 无硝烟的代理战场 星期三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 就美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表决 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两份草案都无法获得支持通过 美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都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敌对行动 明确反对并谴责哈马斯 在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和劫持平民的行为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在有关停火的部分 美国草案呼吁人道主义暂停 俄罗斯草案则呼吁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 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最终获得了10票赞成 3票反对和2票弃权 由于常任理事国 中国和俄罗斯刑审了否决权 草案没有通过 俄罗斯呼吁持久人道主义停火的草案 则遭到美国和英国否决 以色列美国和盟友认为停火会让哈马斯卷土重来 而且以色列有权对哈马斯的袭击做出回应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对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决议草案深感失望 他表示这是一项强而有力且平衡的决议 是美国和安理会成员磋商的结果 谴责俄罗斯分裂安理会 美国另一位代表也强调 不能支持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因为这项决议没有经过协商 也没有反映当地的现实 新是否决权的中国代表张军则指出 美国的草案严重失衡 混淆基本是非 没有反映全世界关于停火止战等等 最强烈的呼声 无助于解决问题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 决议草案背离联合国以往决议草案 以精神植入文明对抗 战争武力正当化的危险逻辑 一旦得逞 将彻底葬送两国方案实现的前景 让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 陷入仇恨与对抗的恶性循环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涅边甲则对安理会 两个星期以来 一直未能就缓和以巴冲突地区局势 发出集体信息表示遗憾 他也解责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充满了政治化 不适当而且高度可疑的条款 涅边甲也对安理会成员 没有勇气展现出战略智慧 支持俄罗斯提出的暗文表示遗憾 认为安理会辜负了世人对他的期望 过去十天 安理会会议上提出了四份 有关以巴冲突的决议草案 但都没有获得安理会成员通过 有关以巴冲突的决定连議会 决定连議会议草案 有关以巴冲突地区分裂